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的佐者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从旧约的当中 印证耶稣基督 他是高高高在上 比什么都高 比天使高 比摩西高 比亚伦都高 今天这个麦克风有点问题 越语堂的时间也出现问题 所以现在国语堂也出了 简单的 要他 西伯来书的佐者呢 就是跟当时的基督徒 尤其是一些受苦难的基督徒 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啊 真的很宝贵 我们信的耶稣基督 他是无比的基督 不要放弃 不要轻易地放弃 在西伯来书当中 有几段的经文 特别提到那些被道的人 所以那些比较难解的一些经文 我们以后再去看 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信仰 耶稣基督何等宝贵的基督徒啊 他都不会轻易放弃 一个能够看到信耶稣 是真的这么宝贵 他就会很快地相信基督 一个人能够知道 基督徒的所指向的价值 多么好 他就好好的学习圣经 我们做父母的 都会把最好的给孩子 甚至为孩子花很多时间 尽心尽力 为什么 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当孩子的 当父母连老了 他有很多需要帮助 我们尽量地 金钱时间去陪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 只要我们了解 这个方向是对的 是有价值的话 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去摆上 当我刚来留学的时间 几十年以前留学生 当时我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在以前 人家在香港读书很差劲的 考试都不行的 高考都不行 但是很奇怪 来到加拿大以后 变了另外一个人 读书很努力 进入了工程 Engineering 奇怪 在以前读书 数学分数很低的 什么都不好的 为什么 仅人可以考进工程呢 多大 都能考进呢 他们就说 我以前 读书不好 现在呢 给我一个唯一的机会 重新去读书 可能以前在香港 没机会了 来到加拿大 我要好好把握 这个宝贵的机会 这个是最后一个机会 假如再不把握的话呢 我就以后的读书就完蛋了 那你知道吗 基督徒能够把握 抓住我们的信仰 好好的同奔天路的话呢 我们的信仰 就可以发挥它的能力 好 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会发现 耶稣基督的 祂的宝贵地方 有两方面 第一 耶稣祂是荣耀的主 这里呢 我们要读西伯来书的话呢 我们了解 祂的思维方法 有点跟我们的思维 不太一样的 OK 我们比较惯性 希腊那种逻辑的推理的 这个犹太人的思维呢 他们比较联想的多一点 联想不是我们电脑的牌子 就是association 联想 这个观念连在一起 就把它拉进来 不是个逻辑的 一二三四的推理的那种方法 联想的方法 OK 好了 第五节 我们所说 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是交给基督 第二章提到耶稣基督 第一章提到 耶稣基督是无比的基督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 这么大的信仰 第五节开始谈到 将来的世界 就是未来 新天新地的世界 天堂的世界 将来的世界 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只交给基督管辖 所以他就有人在经上 某处经文证明 这个圣经这个经文 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某处 我们应该知道 先那一卷 人算什么 刚才唱歌的那一段 诗篇 第几篇 第八篇 假如你不知道的话 好好去读诗篇 这个诗篇 不能不懂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到太空去 那个太空人 在美国太空人 这个六十年代的时间 他在太空里面 就读这个经文 他看到这个 指头所造的事件 人算什么 第一次在外太空 读圣经 读这个经文 看到神创造的宇宙万物 这么厉害 这么漂亮 人算什么 这个诗篇第八篇 有人在经上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已经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已经顾念他 你叫他比天使未小一点 然后却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 并将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 这个是谁 是人 对吧 经文很简单 就说 人 神把一切的 都交给人来管理 这个诗篇很简单 他就说 人在神的创造当中 他的地位非常特殊的 虽然他比天使低一点 天使能力大 天使是零 人还有肉体 但是呢 他却有荣耀冠冕 要管理所有的万物 这个明明是说人的 OK 但是呢 希伯来说 把这个诗篇第八篇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说 这个人 这个世界当中 真正完美的人 是谁 是你跟我吗 当然不是啊 是基督 从这个角度 这个诗篇 把它变为一个 弥赛亚的诗篇 虽然从诗篇 原来的上下文 不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 但是他从 完美的人 从基督的角度来看 这个诗篇 他说这个人呢 就指向基督 他是完美的人 而是这个荣耀 冠冕就指向末日的时间 耶稣成为人的典范 完美的人 他要管理天下 所以把这个诗篇 变为从一个 弥赛亚基督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他特殊的角度 我们一般看诗篇 不从这个角度去看 他从这个角度看了 这个就是 既叫万物都服他了 就没有 剩下一样不服他了 没有叫天使 来管理万物 基督 作为完美的人 他要管理万物 所以基督比天使高 他 上次我们提到 当时有一个人敬拜天使 尤其是那个 死海骨卷 那个空乱的那些人呢 他们觉得天使很有能力 慢慢地对天使 敬拜了 在犹太这个群体当中 有一个群体呢 慢慢地发展到 敬拜天使这个事情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也提到 一些敬拜天使的行为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特别针对这个事情 耶稣比天使都高 因为天使要管理万物 OK 所以呢 但是 第八节 第后一半 有一句话很清楚 我们那个基督啊 我们上相信的耶稣基督 祂是 荣耀的主 祂是王 祂要管理万物的 但是 只是 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祂 对吧 我们敬拜 耶稣基督是 管理万物的主 今天耶稣在哪里 看不到 管理万物的主 好像没有看到 只是我们只要看的 没有看到 万物都服祂 唯独见那比天使 小一点的耶稣而已 看到那位人 道成肉身的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受死福活的耶稣 还没看到 祂荣耀的归回 还没看到 祂掌管 全世界的权柄 把全世界的罪人审判 还没看到啊 还没看到 就是说 祂没有权柄吗 没有荣耀吗 不是 希伯来说的作者说 虽然 现在 还没看到 但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祂受死福活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 所以祂把耶稣基督的生平 就看到 尊贵荣耀的冠冕 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受苦 服侍 藏了死位 祂成为的荣耀 这个经文 非常 这个关键性 就是这样 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 也把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说出来了 我们基督的信仰 不凭眼见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看到十字架 看到耶稣受难复活 看到一群软弱的人 我们敬拜上帝 我看到基督教 非常厉害吗 看到耶稣荣耀来吗 还没到 但是凭信心 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 就是神的荣耀 在耶稣基督的卑微当中 受死 受苦 神叫他 复活 叫他得了荣耀 耶稣基督 荣耀的基督 跟奴部的基督 是同一个基督 耶稣基督受苦 受难 服侍 就是他 就是他荣耀的冠写 那这个是 另外 完全一个新的 看人生的荣耀 成功的一个角度 世上的荣耀 都是皇宫 军队 耶稣降生在马巢当中 伯利恒小城市 不是在罗马 没有人的荣耀 但是天使说 这个是至高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在地上 这个犹大这个地方 在当时在世界里面 完全是个很小的地方 耶路撒冷什么地方 耶路撒冷是 犹太人的看人很重 整个世界根本 微不足道的地方 但是耶稣死 也死得很惨 但是这个耶稣死的 耶稣 仅仍就是神的荣耀 世人用他的眼光 看不出他是神的儿子 唯有在信心的眼光当中 看出他是神的荣耀 世人看为余作的 神却为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 这个是基督徒的 成功荣耀的观念 完全这个世界翻过来 各位基督姐妹 希伯来说的左者说 今天我们跟着这个耶稣 我们信这个耶稣 不要放弃 他不是单单是个 比天使未小的耶稣 是个好惨的耶稣 他是带着尊贵荣耀 冠冕 荣耀的主 因为十字架 的荣耀 代表我们 耶稣的荣耀 今天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 翻转过来 完全改变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把我们的人生价值 翻过来 基督徒 我们的荣耀在哪里 教会的荣耀在哪里 基督教的荣耀在哪里 基督教的荣耀呢 不是也成为一个 基督教的世界 所以当世四级的时间 成为基督教的 罗马成为基督教的国家 是好是坏呢 真的很难说 历史很难说 如果呢 当然有好的地方 就是基督徒 不要不再受批波了 但是坏的地方呢 就是当成为国教以后呢 从此就已经把 很容易把世界的荣耀 跟基督的荣耀 世界的荣耀结合起来 人家就忘记了 忘记了这个十字架的荣耀了 有一次一个神学家 叫Thomas Aquinas 他就说 他走去建了当时的教宗 这个中世纪的时间 还没有基督徒 只是天主教徒 他去建教宗 谈什么话 教宗呢 他在当时在 他教会富有了嘛 他在很多的金辈 go coins 他就数啊 叮叮叮 哇 教会当时很多收入 很多钱 他说 快点过来 我跟你说一下 啊 你说 今天我们教会多好 你看我们现在 有这么多的黄金呢 这个黄金 这个黄金 现在我们教会富有了 以前呢 很痛苦 在不久以前 几百年以前 我们教会呢 没有教堂 而且呢 受人批破 还想烧 还想杀 现在呢 不一样了 你看 我们现在 有这么多的钱 我们可以买很多地 我们可以盖 非常好的教堂 那我们去过欧洲 都知道 在中世纪 后来一直 一些漂亮 都不得了的教堂 去看过吗 我没有去过欧洲 去过 我去巴黎 巴黎圣物园 Notre Dame 哇 真的很漂亮 跟Montreau那个餐饮店 没有那么大 但是也挺漂亮 欧洲里面 我的妹妹刚从西班牙回来 她从西班牙 那个巴斯洛兰 那个非常著名的教堂 哇 很漂亮 哇 你看我们现在教会 这么富有 这么多钱 不需要 我们是很好的 神学家幽默地说 我们钱多了 但是却忘了基督的贫穷 不需要基督了 基督的十字架了 我们慢慢地不了解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基督教的文化当中 基督教社会里面 我们觉得基督徒 基督教的价值 是当人的 慢慢地 我们就觉得 这个世界都是基督徒吧 这个社会里面 慢慢地 什么一个基督教的 这个社会国家的概念 Christendom 慢慢地以为 我们基督徒 就很强势的 现在我们重新学习 这个功课 现在 重新学习在 后基督教的国家 后基督教的社区里面 现在已经后了 现在我们基督教的价值 在加拿大美国 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 重新要发现 什么是跟随基督 什么是背识之下 真正的基督徒的荣耀 不是说我们人很多 我们可以盖非常大的教堂 多伦多 你有没有去过多伦多的教堂 基督教 天主教教堂 有没有去过 也很漂亮的 去Downtown里去过 Downtown里有一个教堂 叫St.Paul 圣公会的 St.Paul那个教堂 在Bluer那边 Sherban 网东 很漂亮的 做几千人的 但是好多年以前 有一次我去崇拜 好多年以前 那个是老婆生孩子 那时候不在这里 我去圣公会去礼堂 去做两千人的教堂 非常漂亮 当天崇拜了 不到两百人 教会的荣耀 这教堂大吗 一点不荣耀 那个维修的费用 贵得不得了 送给我们 最好不要了 因为是破产的 维修的破产 教会的荣耀 真的荣耀在哪里 受死 服侍 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 的荣耀在哪里 基督徒的荣耀在哪里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牧师 不是问我们的牧师说 我们怎么样跟人家全服依呢 我个朋友 是非常富有的 他 他很富有 我们怎么样跟富人全服依 最近看到一个机构 多伦多的 开一个课 如何向富人全服依 我看了以后 有点心里面 不知道看到 Lina在笑 很多人在笑 意思是怎么说呢 富人特殊 好像是另类的人 他很有钱 我们要转悟什么方法 向富有的人全服依 可能是这样吧 向富人全服依呢 我们穿这个牧师 穿这个西装不行 太糟 太不行 穿那个 Amana那种 比较漂亮一点 眼镜不行 Rae Bun 更厉害的 这个手表 Rolex才可以 医生打扮 一万块钱 才可以丘门 跟他全服依 对吧 而且呢 你最好那请牧师 都要拿几个博士的 Harvard博士 你看 你不是耶稣 你看我多厉害了 我是博士 我很富有 你信耶稣 我比你富有 碰巧他比我富有 怎么办 他博士更多 再读个博士 跟他再谈福音 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荣耀吗 成功神学啊 那种 这个荣耀是全服依吗 不是这样 真正的荣耀 基督的荣耀 是服侍他 我不管他 多富有 多贫穷 他的心灵的需要 跟离我都一样啊 耶稣基督的荣耀 是他服侍 受死受难 基督徒的荣耀 就是我们在乎 我们如何活出 我们的十字架 教会的荣耀 不是教堂 不是人数 教会的荣耀 如何走进苦难的人当中 当仆人 去服侍 为放下我们自己 服侍我们 有需要的人 把福音带给他们 把爱心带给他们 这个才是我们 追求的荣耀 基督徒是否一个在主里面 荣耀的基督徒 在乎我们 是否有能力 去成为别人的仆人 耶稣说得很清楚 谁愿为大的标准在哪里啊 谁愿为首的标准在哪里啊 考试 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做基督徒 最大的那个人 在上帝眼光当中 最大的人 不一定是领导啊 最大的人 不一定是领导 领导 我们的概念就是 法师号令 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那最大了吗 在神的国度当中 最大的人 是服侍最小的人 真正愿意谦卑 去服侍的人 向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 这才是最大的榜样 这个也是我们 应该每一个人基督徒 我们追求的荣耀 不是权力 不是民生 不是那个能力 不是财富 神赐给我们 我们把财富再 荣耀上帝 服侍人 追求把我们自己 好成耶稣基督一样 倒空自己 完全的 服侍在人的身上 保罗 他说 我离世的时间差不多了 让我的生命 焦垫在那个 神的面前 保罗 他明白基督的心肠 他说 他的人生 就是把自己完全 倒空自己 好像焦垫一样 各位弟兄姐妹 神 今天 要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 十字架的教会 我们追求的荣耀 我们要把工作做好 我们在公司里面 要把工作做好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一个负责任的人 一个好好的员工 但是呢 我们要我们把 十字架 带到公司里面 如何带 并带黄金的 十字架 卷实了十字架 把我们的生命 变为一个十字架 去扶持别人 看到有哀伤的人 去安慰他们 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用智慧 去伸向公义 看到有 有软弱的人 我们去帮助他们 把我们自己 无私地 放下我们自己 走进 公司里面 让公司成为一个 更可爱 更温暖 的地方 我们基督徒 我们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个 荣耀的教会 不单单是我们教会 教堂要盖得这么好 我们要成为一个 服侍我们人谢的教会 我们华人教会 到今天 还是华人士去 今天我们在英文堂 我们大家一个挑战 我们要不单要 当然在华人社区 我们要真的 服侍我们的社区 我就前几天 我跟 我跟我们的同工们 我们说我们的下令营 都是把我们的孩子 请过来 现在我们的 我们都发现 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中国 中国孩子呢 他们不喜欢来 我们就晚的下令营 也不是孩子不喜欢 父母不喜欢 他们喜欢孩子 去学习的 所以 所以单单是 圣经下令营 现在没有人去啊 空马下令营 数学下令营 去 中文下令营 报名快点去 音乐下令营 又去 总之又学习 你去玩的 学圣经 不行不行 学习 小提琴 弹钢琴 都去了 这个是我们中产基督徒的心态 对吧 但是呢 就很多地区 贫穷的孩子 他们根本没有 没有机会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在那个历史商场当中 这个是我的导号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Leslie跟finch 历史商场 对面是一个government housing 政府的贫穷区 一个小区 在对面当中 那边有很多孩子 没有机会去我们的下令营 我跟他们年轻人说 发一个挑战 我们不要把他们带过来 我们到那边开一个下令营 Why not 那边很麻烦 很多黑人 很多都是贫穷人 那我们去那边干什么 表示我们教会的 所相信的耶稣 爱他们这个话 是真实的 我们祷告 不知道今年是否我们可以做 但是我们教会要 去不同的地方 来服侍人 这个才是我们北约滑稽的荣耀 不需要跟长北滑稽 斗人多 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要真的追求 是上帝的荣耀 就是我们要捣空自己 如何让我们 神赐给我们的 能够服侍别人 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我们追求的是神的荣耀 追求的是福音的荣耀 这个是我们荣耀的基督 仆人的基督 而合为一体 第二个点 第二个我们认识的这位基督 是释放我们的基督 Christ the Liberator 他叫我们从死亡当中 释放过来 那经文当中 他提到 这位万物的基督 他也带同弟兄 一起成圣的 这位基督 他不单是自己荣耀 他来要成为救主 他要带他的弟兄 以为成圣 所以他说到 我为你的名 传扬我的弟兄 在会中 我要歌颂你 再下一个 然后又说 我要以待他 又说 看啊 我要神给我的儿女 他要带 神的儿女 走向荣耀当中 因为他来 是有拯救人嘛 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 把人 那些人 称为弟兄姐妹的 带他们走向荣耀 那些人是怎么样的 血肉自屈啊 他是身体 他们怕死的 这里提到 再下回到 他也照样亲自的 成了血肉自屈 特要 接着死百坏 拿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 释放那些 医生 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这个说 人 走在 试探死亡当中 医生 怕死 在死的权柄当中 捆绑 当奴隶 当了医生 耶稣进来 他们血肉自屈 走进 血肉自屈 自屈 走 与他们一起同行 他死了 复活了 然后再回来 带他们 走向荣衡 这里提到一个重要 医生 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各位朋友 弟兄姐妹 你怕死不怕死 我不怕死的 但是我怕 怎么死 无痛死 没问题 最怕痛得很苦 我死 就死掉 其他不管了 最怕痛啊 就是怕死了 死了以后 怎么样呢 很奇怪的 每一个人都怕的 有些很强强的人 我这无法死 死了以后怎么样 就是 死亡 其实不是一个时间 之前呢 都有怎么死 整个过程 医生就活在死亡当中 德国有一个 很出名的哲学家 他说 每一个人 一生下来 就是living unto death 就是活在 走向死亡当中 对不对 就是啊 你一生生下来 你就日子越来越减少 你就靠近死亡 越来越近了 当然这个是 存在主义的 这个哲学家 其实有道理 一天生下来 我们要不断地说 怕我能够不死 所以很多人呢 要建立工业 事工 啊 这个名声 不能流方百事 都要什么 一臭万年 做不了岳飞 还要做 秦桧 起码人记得我 我做一个直直牧民的西安国 过了十年以后 西安国是谁 不知道 哎呀 不行不行 西安国死了以后 把血流在 我的儿子 女儿那边 女儿 她老公不胜谢的 儿子好一点 所以中国人这个概念 就是这样吧 女儿嫁来 跟着人家了 所以儿子 现在不一样了 把我的名 我的愿望 让孩子 做皇帝的 他叫秦始皇 秦二 始一 流方百事 都一样 这怕我能够走向永恒 哇 这个不死 其实都是怕我能够超越那个死亡 现在的人呢 最近加拿大不是闹那个 医生协作自杀 Doctor assist suicide 其实也是一个 怕我能够超越死亡的一个方法 现在最近 他们讨论的事情是这样 我找医生协作自杀 是我的人权 你不给我做的话 违反我 宪法当中的 freedom for life 那很奇怪的 这个宪法当中 试给每一个人都要 freedom to life and liberty 你听了明白 life and liberty 生活跟自由的人权 甚至你不给我死 就违反了我生活的 跟自由的人权 生死很矛盾啊 他是 虽然我要怎么死 那其实呢 我决定我那一天死 虽然我得了病了 得了癌症 他不是说马上要打医生给他死 我要决定我那一天死 我甚至还可以熬下去 OK 到一天我熬不下 你就给我死 所以我就怕我能够 把我的自由 决定超越了我死 以前的人呢 死亡是 来的话我们挡不住了嘛 现在挡是挡不住 我来决定 那一天那一颗怎么死 这个本身也是个超越死亡的 一个方法 也是害怕死亡的方法 你听得懂吗 本身也是一个害怕 怕我能够超越 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死亡还是死亡 你决定死 你还是要死 死了以后 不是这个人死如灯也 是什么 死后有审判 因为圣灵的主要审判个人 每个人都知道要害怕 有一次我跟我们 好几年以前 跟我们叫过一个老太太 他四十多岁的 他得到癌症 得到胰腺 胰腺癌 能够活了十三个月 这个是奇迹了 然后他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已经痛了 他精神很好 他说牧师 我要跟你聊一下 我去看他 他说牧师 我害怕 我真的可以到天堂去吗 基督徒 十几二十年的基督徒 到那个面对 他知道那一刻快来了 他心里面害怕 他说我真的能到天堂吗 我跟他讲圣经 他说我信耶稣的 我真的相信耶稣 那我说你不用担心 你真的相信耶稣 耶稣在你心中 耶稣就带你走 现在呢 你只有把你的手交给他 他拖着你的手的话 带你走向死亡 死亡啊 害怕不怕 不用担心 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死亡是一个 好像一道门 开了门以后 走进荣生啊 好像你们进来的时间 走进来就荣生 就这样 很简单 痛与不痛 那我不能包啊 你知道吗 还有一声给你止痛 这个不用担心 但是耶稣带着你的走 肯定的 就可以带着你的走 走向那个永恒 那我这个时间 我的手呢 我的他的手 那我不是代表 我是耶稣 那他感觉了 那牧师托着你的手 好不好啊 挺好 我们一起唱歌吧 我唱歌给他听 很好很好 那托着他的手 他说耶稣就好像我这里 托着你的手 带你走 啊 OK 好 有信息了 肯定了 他能够安详的 知道 从此不怕了 过了几天以后 他就回天家了 最面对死亡 需要人 带他走过去 我们都活在死亡当中 没人肯定的说 知道死亡 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 他跟我们一样 受过试探 死了 复活了 胜过了死亡 现在带我们走过去 不用怕了 对吧 带我们走过去 他走过这条路 而是他得胜了 带我们走过去 我们就不用害怕 你可能说 哎呀 牧师你骗那个老婆婆吗 你还没死 你握着他的手 骗他的 对吧 我没骗他 我说耶稣好像我握着你的手 我没说 我不能带他过去 我只是握着他的手 耶稣带你过去 你拖着耶稣无形的手就可以了 他明白 那有点 不是骗他 还没完全好 耶稣走过的吗 我儿子呢 两岁的时间 他的耳朵的听脚的听不醒 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是天生发烧 我也不知道 两岁的时间测试知道 他冲了40% 他要带那个坐听器 那我就鼓励他 小的时间坐听器挺大的那种 不是小的 大了在后面 整个东西 小孩两岁没问题 四岁五岁 上学了就出问题了 爸爸这个东西很难看了 我说不用担心 你看我这个东西差不多跟你 对吗 我这个眼镜跟你的差不多嘛 他没有戴眼镜 我戴眼镜你戴坐听器 OK了 一样嘛 四五岁就可以了 13岁的时间 爸爸你骗我 对吧 你个坐听器 跟这个不一样啊 你可以用雷射 把那个眼镜弄好 我这个不行的 他知道 你没有 你不像我 你用这个 这个谎话来骗我 对 我 我现在的差不多 我现在连你 他说 你不担心 有一天 我就可以跟你差不多了 后来他发现 我没有那种经历 所以不能完全理解他 明白 是吗 几个月 几个月以前 他外婆啊 听不到了 就要戴那个坐听器的 我儿子说 哎 婆婆 你不担心 我来给你弄 我 我这个有二十几年的经验 他 成了二十四岁嘛 两岁以后就已经开始戴了嘛 他二十几年经验 我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岳母呢 她戴了坐听器以后 戴上去 哎 听不到 我们走去 走了去以后 这个再回去看 那个看打开 哦 你没有 以为是坏 她说没有坏啊 里面太多东西啊 要清理而已 而且说 你应该老早跟我说 我很丰富的经验 我可以跟外婆 管理她的坐听器这个事情 后来她没管理 她叫了我 那我懂了 懂了一点点 那明白吗 她有这个经历 她戴了二十几年的坐听器 她可以帮忙的外婆来 带着她 而且呢 她能够说一些鼓励的话 哎呀 以前听不懂啊 你不听的话 越来越 越来越这个 你不戴坐听器的 你越来越笨的 哦 医生跟她说嘛 你不戴的话 你就越来越笨的 你比当 当年那十几岁 你比当 这个当这个很厉害的 马上要戴坐听器 她少年时 她跟岳母说 那婆婆啊 你不戴的话 越来越笨的 哦 因为有这个经验 外婆得到 孙子的鼓励 她能得到帮助 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耶稣基督 她走过同一条路 死过 复活 她完全明白我们 她是慈悲的大祭师 能够去代替我们死 她能够明白我们的需要 我们人生的经历 没有一个事情 她不明白的 她受过试探 她的试探比我们的试探 更厉害 她能够帮助我们 胜过死亡 我们这位主 就是这位丰盛的 大能的拯救的主 各位弟兄姐妹 有这么一位主 在我们旁边 我们的回应是很简单的 耶稣带我走 带我往前走 让我能够得胜 我面对试探 哇 情欲的试探 精险的试探 怎么办 耶稣你试过 你帮助我 魔鬼的试探 你都可以打扮 你帮助我 我不行啊 耶稣你来帮助我 让我能够得胜魔鬼 现在我很困难啊 情绪很低落啊 在可惜玛丽园里面 耶稣祷告 耶稣你来帮助我 你听得懂吧 我们人生的任何的经历 我们都可以走到耶稣面前 祷告 主啊 我知道你能 你明白的 你能够帮助我们 带我们走出我们的困难 死亡的捆绑 你都可以带我们得胜 只要我们说 主啊 守在这里 带我们走吧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一位 荣耀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要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明白我们一切的主 让我们很简单 拖着耶稣的手 走吧 我们一起走这个天路 经历丰盛的生命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面对人生的恐惧 害怕 我们很多时间 怀疑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怀疑自己的身份 怀疑自己的是否有没有爱我们 主啊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底 你完全地爱我们 完全明白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重建我们自己的人生 主啊 我们 因为你是我们的荣耀的主 你是我们的拯救的主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你 感谢观看